赖清德12号出访友邦 但也因为身份敏感 只能过境美国不能久留 张家更认为因为赖清德要选总统 再加上台独标签也难切割 赖清德这次访美行 恐怕只会有更多限制 赖清德出访前一天 大陆就宣布要在东海展开军演 张家直言这是给美国的警告 而赖清德才要访美 赖清德就来到他的本命 去台南造势较劲 这一次来最主要是来台南 跟相亲报告 用妙国开讲的方式 说要为台南做筛会 说要为我们未来的台湾 举一条安安和平的路 侯友宜前一晚到彰化拜访 庄角在地立委却没出现 难道是兰英整合又出状况 昨天他邀约了很多的议员 以及乡镇市长 摇摇张家的一些碰到中央干戈的问题 怎么样去解决 更重要的地方的需求 我们如何领寄更多的力量 在未来我当前总统可以替他们解决 柯文哲前一天才正式宣布会参选到底 会不会担心在野整合出问题 侯友宜这么说 侯友宜坚定走自己的路 但要如何团结多方势力 下架民进党 恐怕也是侯友宜持续努力的课题 记得成长毛续郭豪 SNG小组台北台南报道